短短时间由柳涛和武秀波主演上映的《大清之联盟》 获得了大家的一句好评 通过这部戏也让大家更加深刻的了解了柳涛 这个曾经被称为过气的演员 如的演技丝毫不强于其他一线女星 而且新鲜的观众会发现 这几年柳涛几乎霸占了整个电视屏幕 这本期柳涛在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里 得到小小总共拍了二十多部戏 也正说每一年的戏不离于七部 这对于一个当红演员来说 是一个非常让人见诚的数字 像赵丽颖杨幂这样的年轻女星 硬点下来最多才三四部战戏 而柳涛总是以他们的两倍之多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柳涛这么皮呢 事情还是从2008年初说起 那时候柳涛在刚出娱乐圈不久 他遇到了王科 王科当时是著名的女性富豪 不但条件好而且还非常的爱柳涛 在2008年他们两个结婚了 而且为了相夫教子 柳涛更是隐费了娱乐圈 很少再有新的作品出来 但是往往生活都不会那么的一方丰顺 在几年前 王科苦心地营多年的公司 等着他去填补 已经亏得差不多 而且还欠了不少债的王科 实在难以挽救公司 这个时候柳涛站了出来 已经隐费娱乐圈多年的柳涛 奖赛付出必定是有些难度的 但是柳涛和宋丹丹之间关系非常好 经常有望啊 而且还是多年的望连交 宋丹丹是和赵本山一个级别的艺术家了 在娱乐圈自然有些地位 通过宋丹丹手上的人脉 很快就让柳涛进了好几部戏 在柳涛出演了好几部戏后 各大导演也发现了柳涛价值 之后接二连三带给柳涛安排了很多的戏 这也就是为什么柳涛这几年霸占了我们屏幕的原因 从麻洋榜到放了宋丹市联盟 柳涛的每一部戏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意浅大了语气 不过宋丹丹确实是帮了柳涛一个大忙 所以说在娱乐圈还是得好好的寻找这些老气功啊 虽然他们现在不火了 但是他们的地位和演技都摆在那里